许松被1986年5月14日生育,安徽省合肥市中国内地创作型男歌手,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,2006年开始在网络发表作品,2009年发行首章词曲全创作专辑自定义, 从而正式出道,许松的歌曲,个人的气息永远浓郁,让人一眼变可辨识,而许松本人谦和沉静寡言,温和得像个邻家男孩,他含有绯闻霍博眼球版面的言论,以作品本身稳固乐团地位,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这种低调,意义之为人称道,许松是一位创作型艺人,尤其是对中国风的歌曲十分感兴趣, 说到许松有关于中国风的歌,有一首歌就不得不提了,这首歌就是惊鸿一面,这首歌是由许松和黄龙两人共同合作完成的,做词作曲都是由许松自己完成的,收录在许松2014年,发行的专辑不如吃茶曲中,值得一提的是, 这首歌的播放量也已经过亦,还是十分受粉丝喜爱的,这首歌特殊就特殊在许松写的时候,运用的典故,整首歌共演用了五个典故,第一个,柳夏文聊情起舞和异曲,仿佛应当年篇若金鸿也,此二句雅趣在于一清一白,柳夏未清,金鸿未白,镜中带动,活着生香,寓意为与私人皆是轻微之身,古人有君子坐怀不乱柳夏慧, 第二个,只善藏不笔,玄机诗文理,紫燕如何然心语,紫燕出处,梁叔皇后传高祖丁桂平,桂平生于凡城,有玄光之意,紫燕满是,故以光为名,第三个,小枫掠走光阴残月沉霜遍地,小枫残月出自杨柳岸小枫残月,柳永名句,歌词中多次出现柳,莫非这姑娘姓柳,强调的还是情,第四个,与最后一句名句,飞红踏雪泥,出自苏东坡邻居, 人生到处之河四,英四飞红踏雪泥,强调的还是白,有的网友表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